很多车友们都认为跑高速是最没有基础含量的 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各车各行其道 且大家都可以以差不多的速度在一根直线上行驶 所以大家都觉得可以懈怠一些 但小编想说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对此老司机经常会给新手说 跑高速要逢三必进 这里的逢三必进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老司机就来告诉你 跑高速你不得不知道的常识 所谓的逢三必进意思就是 在车主在高速上行驶了第三个服务区 就一定要停车继续休息一会儿 在一般情况下高速服务区的间距为50公里左右 到了第三个服务区也就意味着 车主连续驾驶了至少150公里 驾车近两个小时 这时车主的大脑和身体都处于疲劳的状态 所以最好在服务区休息调整 确保后续的行车安全 同时也让轮胎得以休息 特别是夏季 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报胎率 所以即使我们非常赶时间 在遇到第三个服务站时 也一定要进去休息一下 这样对车主和轮胎都是有好处的 除此之外 喝些有提升作用的饮料能让你恢复活力 最后有些人还会推荐用风油巾擦嘴唇 这样也能暂时驱赶睡意 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 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休息区多休息一会儿 所以车友们不要为了赶时间 而不顾自己和车的状态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一定要逢三必进